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昨晚在微博上發布了一條獨家消息 他預告中國政府將會制裁訪問台灣的美國高級官員 以及相關的企業 到底什麼胡蘿脈什麼藥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胡錫進昨晚的貼文是這麼說的 他說 近日有台灣媒體放風說 台灣將會與美國成立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機制 並且可能會重啟貿易器投資框架協議談判 據了解 台灣當局正在積極推動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訪台 並且可能邀請 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克拉奇 前往台灣 胡錫進認為 台灣當局推動上述活動的用意很清楚 不外負責協洋自重 貼靠美國 他還反問 這樣能夠為台灣的民進黨當局帶來安全嗎 美國能夠成為台灣的靠山嗎 答案是否定 台灣只不過是美國人手裡的一隻小棋子 一旦形勢變化 台灣當局就會捉籃打水 輸得很慘 五十年前的歷史難忘記了嗎 他這裏說到五十年前的歷史 相信是說 在1971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大會這件事 不過 胡錫進又不用得意 正所謂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何況正如他口中所說 現在已經五十年了 他這篇文章繼續說 說對於準備去台灣的美國官員而言 你們都要三思 你們應該了解台灣問題 在中國人心中的份量 對於膽敢在台灣問題上挑釁中國的美國人 中國人民會記你們一輩子 你們今後不要來中國 不歡迎你們 你們自己和關聯的企業都不要和中國做生意 會受到制裁 你們的下場都不會好過 這就是胡錫進昨晚發表的鐵文 胡錫進這番說話 明顯地在預告 哪一個美國高級官員 敢繼續訪問台灣的話 他和他的關聯企業都將會受到 來自大陸方面的制裁 真是想請問老虎 你制裁的高級官員 最多是不去大陸訪問 對於他來說有甚麼實際損失呢? 之前大陸也制裁了不少美國參議員 眾議員 以及人權組織的頭目 他最多不去 或者你說凍結他的在華資產 如果他在華根本沒有資產 你凍結甚麼呢? 你又說 不單要制裁美國高級官員 他的關聯企業也要制裁一份 如果他沒有關聯企業呢? 他根本沒有經營企業呢? 那你制裁些甚麼? 或者他有經營企業 只不過他的經營業務 範圍根本不在中國 那你制裁些甚麼? 那你這些說話完全是假大空的 只是拋浪頭的 有鬼用甚麼? 是不是? 根本上 接下來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會否訪問台灣 在乎特朗普的一念之間 如果要配合特朗普的十月驚奇的話 這個羅斯部長真的去訪台 我認為也不奇怪 我認為大陸 胡錫進要預告這件事 你想震懾美國高級官員 但到底他會否被你震懾呢? 這是另一回事 更何況老虎說的這番話 有部分大陸網民 其實都是不買帳的 走了去老虎微博留言 而且還獲得不少的讚好 比如說有個網民說到 人家怎麼玩就是人家的事 你老虎說這些話也沒用 人家就是不理你 不侵你玩 你奈他不何 另一個就說 朝鮮就天天罵韓國 靠近美國 結果韓國以幾千萬人口 以十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發展成為世界上經濟地位 舉速輕重的國家 另一個就說 他說天天來指點江山激洋文治 現在只是做一個小小的環球時報老總 實在太過屈就你了 這個擺明就是遞他 其實可以反映到 大陸根本有很多人都很清醒 不會附和環球時報老總 胡錫進這些戰狼上身的鐵文 另一條鐵文 胡錫進又怎樣說呢 他為中國的外交狀況抱打不平 他說經常在互聯網上看到有人抱怨 為何全世界都是中國的敵人 中國為何會這麼孤立呢 那些人認為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問題上 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在指責中國 老烏就說 這是嚴重的錯覺 在這兩三年以來 中國外交最大的變化 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轉變 這帶動少數幾個美國最鐵桿盟友對華態度的變化 主要是五眼聯盟國家 另外中印邊境的九分激化 導致印度對華態度轉為強硬 除此之外 中國的外交格局沒有其他重要的移動 中國孤立這個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 然後他還舉了很多例子 大家聽聽 真的要洗以恭聽 他說請注意 中日關係得到了緩和 中國和歐洲大陸主要國家的關係 亦都在加強中非關係 中國和亞洲拉丁美洲很多國家的關係 都越來越好 中朝關係得到了重大改善 更加不好說 中俄關係一直在高水平上不斷巩固 我們逐樣來檢視一下 究竟老虎你說這些是堅還是流的呢 他說中日關係得到了緩和 但是最近在香港搞什麼 港區國安法拘捕了周庭 一拘捕就激起了日本朝野的千層浪 不單是政界的人有反響 甚至乎是演藝界、文化界 很多人都走出來發聲 搞到關係極來緊張 他說緩和了 怎麼緩和到呢 結果本身香港的情況在日本沒有什麼人理的 一拘捕了周庭 那個人馬上去看看究竟什麼事 什麼是港區國安法 尤其是周庭的形象 正正就是迎合得到日本的政治責男 好了 你現在就拘捕他 就使得很多日本人關注香港的情況 那怎樣緩和 怎樣緩和得到呢 好了 跟著他說中國和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關係正在加強 沒錯 德國方面 仍然有這個肥婆 默克爾去守美門 但是他差不多拜拜了 他在明年的秋季就要下台了 大家都見到 這個德國外交部長馬斯 喂 完全對於這個王毅是不留情面的 你只是看看他 迎接王毅的時候 雙手就插在褲袋上 擺明就是沒有將你放在眼內 好了 去到兩人見面之後的記者會 喂 馬斯的嘴唸 完全對於王毅是不屑的 再加上他所說的言論 就是當著王毅的面 不斷說香港議題 新疆議題等等 喂 這些就已經反映到 根本上 德國的朝野 對華的態度 都是越來越強硬 他一方面 就是要回應國內民眾的訴求 喂 還有一件事 德國的綠黨下屆選舉 很有機會 就是會進入內閣的 好了 綠黨有一個特色 就是要對華強硬 所以 馬克爾 到最後一年的任期 可以說 逐漸變成一隻 筆腳鴨 到底這個美門 還搜不搜得穩呢 就很難說 而且 其他歐洲國家 對華的態度是怎樣 大家都見到 在上星期 王毅無厘頭去 折捷捷克 就惹來了很多歐洲國家的強烈反彈 好了 到最近上星期五 塞爾維亞和科索毓 又拍到美國的碼頭那裡了 喂 那你到底在歐洲大陸還有什麼盟友 請問 好了 另外他說到 中俄關係在高水平上骨斷鞏固 喂 俄羅斯更不用說 一方面 明知中印在邊境衝突的時候 他就加強對印度售賣武器 另一方面 他駐華的使館 在微博上搞什麼 大家記得 就是慶祝佔領海參威160周年 然後老虎還要幫俄羅斯方面變白 還要給很多中國的粉青小粉紅 去質疑他 喂 喂 到底為什麼你會幫俄羅斯呢 喂 那這些到底是什麼中俄友誼 對不對 然後他說到什麼中非關係 中亞或者是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關係 越來越好 這些完全就是 就是下灘大手板問你拿錢 對不對 你有錢就好 這些所謂大撒幣的外交 其實美國不和你玩 如果他和你玩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多錢一點拿出去派 你看看蔡爾維亞已經是例子 蔡爾維亞正正得到了美國的承諾 說向他提供數以十億計美元的低息貸款 去搞基礎建設 那他就跑去白宮那裡 這個武蝕奇總統 對不對 那難道你每個國家都去提供低息貸款嗎 那所以 中國到底在外交上 是否前所未有地孤獨呢 這個是否真是一個錯覺 還是一個現實呢 大家就是心知肚明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